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吃奥格丽玻璃海的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篇 我是小金陈 大家好 我是谷晓 是的 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周的开始了 有可能对于电视机前的学生朋友们 你们的休闲时光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要问一下谷主播了 最近你应该也马上应该可以放松一下了 因为延许攻略已经收关了 别提了 我跟你讲延许攻略是收关了 但是这个如意状不是有开播了吗 我比之前还得两部剧再一直交替着看呢 但是我记得上次你在节目当中说 好像看完如意状的开头之后呢 发现不如这个延许攻略来得那么精彩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多话不能说太早 延许攻略呢 真的你从画面感看起来真的很高级 但是呢 如意状的剧情是越看越高级 越看越吸引人 从第四集开始吧 后面就开始非常新年纪 相信呢 这两部戏一定是各有迁究 各有各的支持者了 那延许攻略呢 已经是收关了 日前也是举行了一个庆功会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哦 热播剧《延喜攻略》 可以说是这个暑期第一爆款影视剧 昨天《延喜攻略》的主角 吴景岩 秦兰 念远 奢施曼等人 就在北京举行收关发布会 感谢大家一个多月来的支持 其实一众主创在拍摄结束之后 鲜有机会聚首 难得重剧自然少不了互相调侃一番 而为了满足剧迷的需求 饰演海兰茶和鸣玉的大嘴侯夫妇两人 便将剧中遗憾未能完成的终身大事 重写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开完《延喜攻略》 真心希望每一对互相喜欢的人 能好好在一起 剧中除了《海兰茶》和《鸣玉》 心心相吸的《复茶复衡》和《魏英落》 未能如愿再相守 更是让大家惋惜 这部在活动现场 剧中复茶侍卫的扮演者徐凯 也当众表白了 《魏英落》的扮演者吴景岩 明明是游戏环节 也可无警还是没有忍住 《《拉萨》全场》 昨晚的大结局 不光是虐心的剧情 看得大家感慨颇多 更因为陪伴了大家 一个月的好剧 就此结束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不够还想看 其实《黄生年元》 也舍不得离开大家 当我今天看完七十集的时候 其实我被剧情和人物身上的东西 已经感动了 我觉得没有演够 我觉得好多故事都没有 好多东西都没有演过 过瘾 真的我也希望 还有这些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去 全身心地创作一个 让大家喜欢的作品 昨天郭普晨与杨千华 亮相在香港举行的新电影 《卖路人的开机仪式》 饰演惯了香港情景和英雄人物的郭普晨 这一次却饰演起了一位 落魄的金融才俊 据说还有很多 鸡城碌碌的戏份 不知道郭普晨是如何去体会 和拿捏这个角色呢 很简单的就是不吃饭 电影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里面 就是非常穷 愁一餐半餐都蛮难的 所以我觉得在电影里面 要进入这个角色最主要就是 基本的东西就是 我自己就会这样挨饿 把自己真的不吃饭 去感受 去感受这个角色 当你很饿很饿的时候 要这种真实的体会的时候 你会自然去联合一些 不一样的眼神 不一样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能够把自己的角色里面 去提香花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想要做的一些功夫 不仅仅是为了演好角色 下足功夫 其实《卖路人》这部电影 是由新级导演拍摄的 小成本电影 或者支持新神代导演 郭普晨和杨千花两位主演 更是不计酬劳 我觉得这个是小成本 大智慧的一个电影 你的智慧的大笔 那个浅一个第一干大 我觉得就是 推动一下香港电影 今年来众多小成本电影 在口碑和各大颁奖礼上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知道郭普晨和杨千花 是否想过凭借这部电影 拿下最佳男女主角呢 一切本来是随缘的 一切本来是随缘的 你只要把一个电影演好 再说 很难说 奖商拿了之后就要放上 你才会再跳到另外一个阶段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你没演好一个电影 你说什么奖商 所以我觉得演员是不断 对我来说是不断去挑战自己 上周末 黄炳鱼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站台宣传 近年来 黄炳鱼凭借扎实的演技 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戏约是一步接一步 却布前阵子 他刚刚结束电视剧 破冰行动和电影 潮脉风长的拍摄 接下来又要马不停蹄地 投入到新片 飞驰人生的拍摄 不知在新戏中 黄炳鱼将给大家 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最近在拍这个 韩导演的飞驰人生 飞驰人生讲的是 赛车手的故事 我在里面演一个 非常厉害的 然后专业度特别高的赛车手 不知道首次挑战 试演赛车手 黄炳鱼感觉如何呢 是蛮爽的 我本身就挺喜欢 赛车这方面的东西的 所以自己来演 演一个赛车的电影 还是挺开心的 据悉为了饰演好这个角色 黄炳鱼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会开车 然后因为这个 改装过的赛车和民用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它的操作方式都有 都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也有在现场 每天练习开赛车 少周末 翟天玲 星志磊 陈哲远等人 亮下上海出席某盛典 作为如今备受认可的演员 他们在现场 纷纷表达了自己 对于真正偶像力量的看法 偶像力量就是传达 国家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自己对于 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还有传达正能量 我们演员除了做一些 很值得的温度之外 还能带给大家一些 正能量 比较稀奇的一些 生活範图 我们的全球最重要的 近日随着如意传的热播 星志磊的表演 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关注 在剧中 她饰演的家贵妃 很多镜头 充满了微表情 让人印象深刻 不知星志磊 对于自己的表现 还满意吗 前不久由陈志远 主演的新版绝代双胶 刚刚完成杀青 此次陈志远 将挑战出演 古灵精怪的江小鱼一绝 而此前已经有 林志颖 张卫健 等版本的江小鱼 深入人心 不知道对此 陈哲任会不会有压力呢 乐翻天综合报道 古主播 最近你们这个 追剧迷们追得很辛苦 但是我们体育迷们 我们也很辛苦 为什么 你说亚运会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所有的比赛都不能落下 那像昨天呢 苏炳天又是为锅真光了 在这个百米的男子 一百米的速跑赛上呢 也是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成为了这个亚洲跑得最快的人 你知道每次看到 咱们这个中国的健儿 在这些比赛场上 获得好成绩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兴奋 而且我真的觉得 这些运动健儿们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 能展现出一种 奋发突强的精神 在生活当中呢 同样过得非常精彩 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邹世民提到他会想到 真的是爱情事业 双丰收 看一下 说起拳击这项运动 邹世民无疑是 中国拳击的代表 从08年北京奥运会 拿到48公斤级冠军 再转战到职业赛 拿到金腰带 可以说大多数国人 对拳击这项运动的了解 几乎都是来自邹世民 上周末 邹世民 燃燕影夫妇 在上海举办了 夺冠十周年 即全盟圣殿 爱在春雷慈善晚宴 朋友王月昕 苏醒 李小鹏 都欠来助阵 并塑向了自己的祝福 首先是恭喜世民 跟那个夺冠十周年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 能够投入到这个运动当中 他一直是在这个致力于 体育尤其是拳击的 推广活动方面 这点上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 心悦成功的 我知道世民是十年 十年前的今天 拿了这个奥运冠军 那十年后 我觉得他所为祖国 做出的贡献 是非常伟大的 也希望继续在 拳击这条职业道路当中 能够为更多的爱好者 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支持周世民 当晚周世民 还在家人好友的见证下 接受了最多奥运体克 运动会男子拳击 刺特轻量级金牌 获得者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身号 这是对他多年来 付出的一种肯定 我很感谢这一份殊荣 我更感谢在场的所有的朋友 一直都在这十年里面 帮助我支持我 特别是我的父母 再特别是我的爱人 然后我想把这个世界 吉尼斯这个记录 作为鼓励我 将来我带出更多 能够拿这个奖的人 不过活动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还要数周世民 然应复复 共同发起的慈善拍卖 为了帮助大山里的孩子 走向外面的世界 两人呼吁 圈中好友一起关注这个问题 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 他们的视线都被大山给挡住了 但是我觉得 我要给他们这样一个希望 给他们一双翅膀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昨天第十六届 世界杰出华人奖颁奖胜兴典 在香港举行 当天活动现场 古田乐凭借多年来低调行善 为社会做出莫大贡献 而获得该奖项 并成为这一届奖项中 唯一获奖的演艺人员 能够获得这份殊荣 不知道古田乐 现在的心情如何呢 结束了颁奖 古田乐会不会好好庆祝一般呢 既然没有庆祝 就要重新投入工作 那至少也要和父母 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吧 我没有说 我通常都不跟他说拿什么奖 因为他听完之后 一定是很开心的 很兴奋的一样的 然后他会问我一整天 你拿这个奖什么奖 什么时候去拿 我能不能去 很多东西要问 娱乐乐翻天 好 这我观众的 好笑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天宥 大家好 我是顾小 现在下半节上来 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本周六呢 我们娱乐乐翻天 将会进行第五场的 暑期观影活动 带大家观看的呢 就是励志的动画电影 《足球王者》 只要前往现场观看电影的朋友呢 还可以拿到 由玻璃海带所提供的蛋包 是的 吃着玻璃的食品 然后过着快乐的暑假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请赶快与我们 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联系 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电影卷咯 是的 除了这部好看的 动画电影之外呢 本周还有很多好看的 新电影要上映了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 本周观影指南 一周电影推荐哪家墙 竟在娱乐乐翻天 院线观影指南 双眼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周 大家所期待已久的 压轴大片也随之到来 首先要推荐的电影 就是由阿汤哥汤姆克鲁斯 主演的电影《谍中谍6》 《全面瓦解》 令令由阿汤哥饰演的特工 Eason Hunter 将开系列首部影片 诞生于1996年 至今已经出到了 该系列的第六部 《全面瓦解》 《谍中谍》系列电影的 最大卖点 无疑就是汤姆克鲁斯本人 在每一部《谍中谍》中 阿汤哥用他的勇猛拼搏 赢得了印尼的尊重 在《谍中谍2》中 汤姆克鲁斯展现了 徒手攀岩的绝技 到了《谍中谍4》 他爬到了800米的迪拜塔 《谍中谍5》里 阿汤哥挑战了三分钟 憋气潜水系 而这一回 他将自己从7000米的高峰抛下 在800米的位置 急速跳伞 据悉这是第一次 有演员在电影中 实战完成这项动作 要知道达成这项记录时 阿汤哥已经56岁了 这个着实令人敬佩 想要感受到 汤姆克鲁斯的硬汉风采 感受肾上腺素 飙升的快感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 这部电影了 电影《谍中谍6》 全面瓦解 推荐指数五颗星 本周第二部推荐的电影 是一部来自印度的 运动题材剧情编 苏丹 本编由萨尔曼汉 安努舒卡 沙马主演 讲述了来自印度北方小镇的 青年苏丹 遇到了摔跤教练的女儿 苏丹为了新衣的女孩 不仅开始学习摔跤 在短时间内 就获得地方冠金 展现了她的决心和天分 她不但取得美人归 还和妻子一起代表 印度参加奥运 但就在苏丹 获得奥运金牌的同时 她却因为骄傲自大 而失去了挚爱的家庭 唯一能赢回妻子 放心的办法 就是站回属于她的舞台 说到印度的摔跤题材电影 所有人的脑海里 都会浮现出于2017年 在我国上映的 由阿米尔汉主演的电影 摔跤把爸爸 这部电影在我国取得了 12亿票房的惊人成绩 并且在豆瓣网上 取得了9.1的高分 可谓是票房口碑双丰收 而这部苏丹 其实在印度国内 还先于摔跤把爸爸上映 所以不算是跟风之作 而从剧情上看 相比摔跤把爸爸浓浓的励志风 苏丹更偏向风格名利的 商业动作片 而苏丹的主演 萨尔曼汉 此前的丁 小罗利的猴神大叔 也在我国取得了 两亿票房的好成绩 最近她也具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 丁苏丹 推荐指数三颗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乐翻天 一周院线观影指南的全部内容 掌握一周院线定期划 让你迅速掌握观影方向 我们 欢迎来到 玻璃海台点心面 娱乐选为近的环节 只要答中你题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我们上周的正题答案 就是林佑佳 恭喜一下的朋友 获得的是玻璃海台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正在为 吴景岩吃荔枝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轮翻天的 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台 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是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到明天再见咯